贺玉燕议员以香山市地为直询的开头 强调香山市地有优质的天然景观跟生态 希望市府团队能多尽点心力 在香山市地教育改造工程上头 此外贺玉燕议员也提醒 今年延续办理的热气球江年华 交通配套一定要做好 让活动圆满进行 另外新竹市到底有没有好吃的东西 好玩的地方呢 贺玉燕议员也希望市政府 能够帮新竹市平反 为什么新竹没有好玩的地方呢 他们看到的只是城隍庙的几个摊位 还有认为动物园很小 他认为海边只有南辽可以去 其实他们没有真正了解 新竹市好玩的地方 一大片的湿地可以 有湿地生态可以去观赏 那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沙滩 可以全家一起去 看是要挖螃蟹 或是挖那个恰锤 或是公呆 这个都是可以 只要退潮以后 都有很丰富的生态资源可以干 所以是他们没有来深入 那我也要怪那个城市行销处 为什么没有好好的 把这个新竹市的优点优势 介绍给大家知道 这一年来 这新竹市已经推出了很多旅游观光的 这个活动 也得到很多很多朋友的回想 那其实新竹现在的美食 我们办过了十大半首里 十大半首里有很多新竹在地的店家 我们市长也出了一个市长带入的美食书 也受到很大的回想 所以光是吃了这点 新竹就是非常好吃的 加上很多的部落客 包括刚才讲的菜阿嘎 他也说我们新竹东西很好吃 所以网友怎么没有听他的话呢 第二个 新竹我们现在很多的油气设施 包括青丁草原六花梯 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已经有41万 41万的民众来证明新竹是好玩的 我们的六花梯旁边还有赏械步道 17公里单车道 还有我们的观景平台 这一连串的设施代表新竹是好玩的 网友对新竹还是不好吃不好玩 你可能是道听途说了 请亲自来走一趟 新竹觉得让你很满意 谢谢 张组言议员提醒 近来市政府活动多受好评 希望各类活动办理时 市政府能够多加考量活动的周延性 另外马街医院周边的交通状况 以及愚人码头水岸互提 跟亲子沙滩的安全性 也是他关心的重点 重点是题外 题外接海滩的地方 也被用大的台阶 让所有的人 不论年老年少 体力好体力不好 都可以很容易的去走到沙滩 问题是出在 如果细水的人们 在大潮来临的时候 完全没有注意到 潮水开始上涨 上涨的速度在大潮是很快的 这时候100多米的沙滩 280米的提防长度 人们体力不好的话 要怎么样子快速的逃离现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 要考虑的安全问题 另外他们想要做一个 所谓的亲子沙滩 其实是一个大沙坑 衔接一个水池 问题发生在 他把这个水池的底部 做坡浪状的设计 而且他的坡浪的角度 大概也有个30度 那我们是用沿浮型的坡度来设计 所以在安全性 原则上是没有问题 不过我们还会再检讨 看看 一定要符合到绝对安全 那我们才会来做 对待开放 那以后在夏天 原则上它是一个细水池 那因为冬天的话 那原则上 它可能有一些 东北激凤 有一些沙会搭进来 那原则上 我们就让它保住一个沙 就让他们去鸡蛋里玩沙 那只不过这一部分 也谢谢我们张一爷的关心 我们还会再来检讨 压轴登场的陈志雄议员 持续关注警察宿舍更新进度 为清洁队员争取权益 也关心交通状况 跟县市土地分配的状况 此外 南市重划区公共设施维护问题 也是陈志雄议员 今天质询的正点 南市因为它当初 市地重划的时候 有一笔基金 由市政府来负责管理的 就是南市的重划基金 那时候就有两亿多 那这个基金呢 其实呢 都是市政府在操作 要做什么 要建设什么 里长甚至里民都完全不知道 觉得这样子不合理 因为里里面要做什么 应该是里长 当地人比较清楚 那市政府都不宠跟他们商量 好像主动的施舍一样 这个钱是人家的 就应该由他们来主导 或者是说由他们来 征询他们 由他们来提出 有议员关心南市里的问题 那其实南市里的这个环境 我们一向都很重视 那这一年来 我们总共去割草割了十次 那我们也会加强跟里长的联系 对于当地这个环境的需求 我们会一定要尽量来配合 那其实我们也很谢谢里长 愿意来跟我们配合 因为当地的环境是越来越好 那这个议员提出来的 这个相关的问题呢 尤其是一些 比如说体建设施啦 或是旁边的野草啦 那这些其实他的那个长期 都是比较必须要被关注的 那我们这方面 我们会继续来加强 议员们站在民意最前线 为民喉舌发声争取权益 也为本届单位业务直询 划上据电 凯破新竹林彦斌蔡文企 采访报道